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二主题是这个叫扩真实境 Argumented Reality 其实,Argumented Reality跟Virtual Reality 这两样东西被 大家搞不清楚了,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 那有人把这AR列为是VR的一部分 有人把VR列为是AR的一部分 其实都,我觉得这个就看你怎么看 知道它的定义的话就分得清楚了 所以我们大概会介绍虚拟实境 Virtual Reality蛮久的,几十年了 Argumented Reality大概是最近十年的,变得比较热门 然后他们用到一些技术,一些周边设备 然后在手机上面,有这两个 这两个已经很成熟了 上次礼拜六下午的时候 那个台阁大人陈教授,他也介绍过他 但是我这里会比较更详细一点 有更多的这个,在手机上面 像iPad上面也可以 我们就装上一个这个环境 我就可以做一些扩真实境的应用 那VR到底是什么呢 VR基本上 它跟电脑模拟有关 然后从1950年代开始 就在训练飞行员的时候就有了 其实 最早的微软的第一个最受欢迎的游戏就是Flight Simulator 如果大家有玩过的话,就不知道有没有玩过 就是怎样开飞机 那在台湾机场我不太记得 我记得在好几个机场,在东京啊,夏威夷啊 现在的不知道,没有注意它 都有这种游戏 进去,你去这个开一下飞机 然后让你等于在驾驶舱里面的那种感觉 然后可以去起飞降落 可以选取哪些机场的这个环境 那这一类就是这样 周围,你很像自身在这个机舱里面 然后你可以做这个 你可以控制这个飞机 你看外面的感觉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都是萤幕嘛 外面都是萤幕 那我上次有跟大家提过 这个Disneyland的这个Hunted Mansion 这个是最,我看这个连上网路的方式